由于房间不大 张乐轩一进门 就看到了躺在床上的贝贝 和贝贝身边的霍玉浩 王冬儿 对于霍玉浩的情况 他是知道的 可他一看到贝贝躺在床上 脸色立刻就变了 你这是怎么了 看着大师姐眼中的交集 霍玉浩 徐三十和王冬儿 都是一乐 霍玉浩和徐三十顿时眼 顿时感受到了 对方眼神中的那一丝怪异 大师姐对大师兄的关切 似乎有些异乎寻常啊 大师姐 你别着急 我们是 张乐轩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失态了 心神略为收敛 抬手捏住贝贝的麦腕 感受着他的伤势情况 而跟张乐轩一起进来的王冬儿 却是走到了霍玉浩身边 低头看了他一眼后 就很自然的将目光挪一开了 就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似的 王冬儿冷眼旁观 心中暗叹一声 王秋儿越是这样表现的和霍玉浩陌生 越能显现出宇浩在他心中的地位不一般呢 秋儿啊秋儿 你这又是何苦呢 当初霍玉浩失踪那么久 王冬儿真的动过心思 就算是自己和王秋儿一起来分享霍玉浩的爱 他都甘愿了 正是因为曾经有过那样的想法 他现在对王秋儿的敌意就大了许多 尤其是在感受到霍玉浩对自己全心全意的爱恋之后 他对王秋儿就只剩下了同情 不再有半分忌妒 此时他甚至很大方的站在霍玉浩另一边 秋儿 你还好吧 王秋儿不理自己 霍玉浩却不能不向他打招呼 人家可是不止一次救了他的性命啊 更何况心中早已感受到 王秋儿对自己情感的他 心中始终对他都有种亏欠的感觉 很好 王秋儿冷冷地回答道 可他那样子又哪有半分很好的意思啊 哦 霍玉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是简单的应力声 另一边 张乐轩已经脸色凝重地 急说了对贝贝身体的检查 五脏险些一味 受到了一种魂力的强烈冲击 阴寒 邪恶 黑暗 你碰到邪魂师了 听到他的话 众人都不禁暗暗佩服 张乐轩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不愧是内院大师姐 贝贝点了点头 我也正想找你们呢 有些事 必须要尽快恢复血缘 也好让血缘早有准备 那个圣灵脚 出现了 当下 他将昨天的情况仔细地说了一遍 点出了歇虎逗罗张鹏的存在 但是令唐门接人惊讶的是 贝贝却并没有说出唐雅 而只是说自己碰到一名魂师 感觉不对 想要探查时 被对方偷袭得手 才受了伤 这件事很重要 我立刻向学院方面汇报 你伤势严重 我送你回学院吧 张乐轩一脸关切地说着 贝贝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是学院代表的领队 怎么能走得开啊 而且 我现在的情况也折腾不起 还不如 就在这里养伤呢 你放心 前面的比赛我没办法参加 已经将团队指挥权 交给于浩了 张乐轩看看贝贝 再看看坐在轮椅上的火于浩 不禁无奈地道 你们这师兄弟俩呀 让我说你们什么才好啊 贝贝 你平时也不是大意的人 怎么这次 贝贝向他使了个眼色 张乐轩愣了一下 才意识到自己的话 似乎有点多了 站起身 你先好好休息 我立刻把这个消息送回去 秋儿 我们走 王秋儿没有吭声 甚至也没有跟唐门戒人打招呼 就跟着张乐轩 转身离去了 张乐轩和王秋儿这一走 房间内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而徐三石 霍宇浩和王道的眼神 却是全都集中了贝贝身上 贝贝贝三人看到有下发毛 咳嗽一声道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徐三石仰头望着天花板 长谈一声 我原本以为 只有我这么相貌英俊 风流倜傥 与沈林峰的无敌帅哥 才会被姑娘们所喜欢 可没想到 贝贝 你这个小鼻子 小眼睛的家伙 却隐藏得那么深啊 要不是你受伤 导致大师姐真情流露 我竟然都没看出来 你居然和大师姐 还有这不清不楚的关系 贝贝脸上闪过一次尴尬 放屁 你别在这里乱说 摆坏大师姐轻语 徐三石冷笑一声 哼 别人不知道你 难道我还不知道 大师姐刚才一进来 发现你受伤之后 看你的眼神明显不对 大师姐什么时候 对内院哪位有过这种深情了 而你那一顺的眼神 似乎也很是理所应当啊 这就证明 你在看到大师姐的时候 就预料到她会有这样的反应了 这还不足以证明其中的坚情吗 好啊 贝贝 你竟然对兄弟们 眼藏得这么深 连我都不知道 你小子 居然连大师姐都下手了 赶快从事招揽 不然就算你受伤着 哥也不饶你 看着徐三石 装出来的一脸悲愤 再看看另一边霍玉号和王冬儿眼神中的异样 贝贝尝他一声 哎 哥的仪式英明啊 大师姐真是关心则乱啊 徐三石一脸八卦的凑到床边 快说快说快说 你和大师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成天为了小雅混不手舍的 怎么这又冒出来大师姐来了呀 贝贝眼看自己是瞒不住了 脸色一整道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但是 你们必须要被我报名 事关大师姐的名声 谁要是说出去了 以后就不是我兄弟 好 王冬儿第一个就痛快地答应下来 贝贝嘴角抽出了一下道 姐妹也不行 大师兄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要不要我们把大家都叫过来啊 不然 你觉得三师兄在四师姐面前 心里能藏得了事吗 我 我交友不慎啊 贝贝背呼一声 很快和菜头江南娜和萧萧也被叫了来 至于娜娜 既绝尘和金子言 毕竟不如他们师兄弟之间的关系密切 一听说贝贝和大师姐张乐轩之间竟然还有不得不说的秘密 江南娜萧萧那漂亮的大眼睛都是亮晶晶的 那绝对是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的模样啊 就连一脸憨厚的和菜头都是满脸的震惊之色 不要说出去啊 贝贝哀叹道 真的不要说出去啊 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们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行不行 好吧 我说 在众人仿佛有喷火般的目光注视下 贝贝迫于无奈 终于讲起了自己和张乐轩之间的故事 其实 大师姐是我的同样习 只是一句话 就令房间里其他六双眼睛瞬间瞪大 徐三十手中捏着的苹果直接落下 砸在了坐在旁边的和菜头脸上 何菜头则是震惊的双手一捏 距离在床帮上留下了一排纸印 霍玉浩身体疑惑 差点从黄金树轮椅上溜下去 王东尔则是用手捂住自己的小嘴 没让自己惊呼出声 江楠楠失声惊呼 潇潇则则是一把抓紧了何菜头的手臂 一脸的震撼表情 同 同样习 徐三十的嘴 现在张乐族已塞入一个额蛋了 谁敢想 史莱克学院内院首席大弟子 被所有学员尊称为大师姐 年仅三十岁就进入海神阁 成为海神阁会议成员之一的张乐轩 竟然 竟然会是贝贝的同样习 这已经不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啊 贝贝哭着脸道 你们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大师姐 确实是我的同样习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 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徐三十 直接拉过一把椅子 就坐在床边坐下了 没事 我们不急 你慢慢说 霍宇豪目瞪口呆地看着贝贝 她此时的心情 就像是昨天九九公主 在得知诸葛神怒炮 可以由普通士兵进行发射的时候 一样震惊 贝贝没好气地瞪了徐三十一 我在刚出生那年 母亲就因为难产去世了 夫妻伤心过度 背着选阻 接下来十来个监察团 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里去 从此再也没回来 我成了孤儿 我们家是单传 祖上规定都随母亲 父母的离时 对玄租打击很大 那段时间一直将我当成 心肝宝贝似的看待 大师姐 其实是学院一位老师 在郊外捡回来的 无意之中被玄租所碰到 那时候的大师姐 表情呆滞 整个人就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 他家原本是天魂帝国的贵族 后来被另一个大贵族迫害 全家被灭门 只有他 当时正趴在床下和母亲捉迷藏 却得以幸免于难 他的母亲就倒在床边 临死之前还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床铺 并且反手捂住了他的嘴 得知了大师姐的情况后 玄租检查了他的身体 发现大师姐竟在武魂方面竟然极有天赋 不但是罕见的先天满魂力 竟然已经拥有了一个百年魂环 并且修为已经到了二世纪 大师姐虽然那时候只有十一二岁 可他也知道十来个学院 贵族选祖为他复仇 选祖那时候因为受到我父母相继离去的打击 答应了大师姐复仇的心愿 并且告诉他十来个学院会尽力培养他成才 但有一个条件 他必须要终身守护十来个学院 并做我的通样席 大师姐当时毫不犹豫地发下实验 说到这里 贝贝停顿了一下后 后面的事情你们应该也能猜到了 玄租为他报了仇 大师姐也留在了学院苦修 并且有了今天的成就 后来随着我逐渐长大 玄租的心态也平和了下来 后悔了让大师姐发下的实验 不止一次表示 大师姐可以不用再遵守那份实验 毕竟他和我年龄相差了十岁有余 等我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事情 但大师姐却执意遵守实验 并且告诉玄租 无论我未来如何选择 他都只会是我的通样席 如果我不喜欢他 那他就独身一世 经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史莱克 以报答玄租的恩德 江南南脸色也就不善得道 你都有了通样席 还招着小雅 我不知道啊 直到我和小雅一起后 玄租才告诉了我 关于大师姐的实验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愤一所思 我那会儿才十四五岁 大师姐已经二十七八了 我们的年龄真的不合适 而且我对小雅的感情 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 我只能跟玄租据理力争 也是那时候才搬出内院的 后来玄租因为学院亏欠于堂门 也就默认了我和小雅的事 直到去世前 玄租才再次跟我说了这个事情 让我如果可能的话 对大师姐好一些 说是她对不起大师姐 我也曾经找过大师姐 想把这件事跟她说清楚 在学院里 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才俊学长们 喜欢她呀 我真不愿意看到她终身幸福 受到当年一个有些荒唐的誓言影响 可大师姐性格倔强 她说我可以不要她 但她不能违背诺言 然后就拂袖而去了 说实话 我虽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却依旧会对她有歉疚感 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她放弃那份誓言 这几年 尽管小雅一直都不在我身边 可我心中也依旧无法容纳下他人 说到这里 贝贝的脸色除了尴尬以外 更多的是纠结与为难